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月23日下午4時10分 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健康大数据 我是Rainy 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话题 我们的嘉宾主持是赵博士 哈啰赵博士 你好 Rainy 你好 我们今天的和健康相关的话题 赵博士明天也会做一个 在大阳彼岸那边的访问 没错 说关于塑胶 其实这种财质和我们的生活已经息息相关 几乎是充斥着我们每个人每日的生活当中 随处可见的 没错 很多人都说 哇 其实Single Use Plastic 即是用一次的胶 究竟有没有问题呢 那其实是一向都很大问题的 你想想我们人类第一制造多少垃圾 多少污染 还有这些塑胶呢 其实很影响除了环境啊 除了野生啊 野生生命啊 还有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被它影响了 因为吃了下去的身体里面呢 它会制造很多问题 譬如它自己化解了叫做Micro Plastic 进了个身体里面 很大问题啊 影响人体健康 影响动物健康 影响野生动物健康 还有影响海洋里面的健康 还有就是那些人当他有了病呢 影响政府的健康 影响经济的健康 还有呢 就是它其实呢 那个排绩的方面呢 一向都做不到 影响了呢 我们去旅游业啊 影响了做竹鱼的行业啊 Fishery 影响了它 所以一向都是有个问题在这儿的 只不过我们是一向都不理它这么多 我想着哇这么多年了 确实有人发明那个方法去代替它 其实最大的发明呢 就是有得用塑胶啊 因为哇很方便啊 你放任何一个 袋里面也放得到 用完就丢掉 还干净了 有一个角度就说很干净 但另一个角度就是 那里制造了垃圾 就只不过见不到那样东西而已 那好了为何在这个情况 去到4月22号 就是昨天呢 就这么大件事呢 因为其实半年前呢 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在说 我们给你时间 给你时间 但是有一天呢就会 就会停止用这一样东西了 我们不能再用这一样东西了 那呢就昨天就在香港 直接停了 现在是不准了用了 有半年时间给大家准备了 那就很多人开始吵得很厉害 说很不方便 那这个呢 我都是明白的 因为是很不方便 那明天的访问 其实现在用的那些代替品呢 究竟有没有问题 是有问题的 很大问题 但是那个问题不用它呢 仍然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大问题 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大问题呢 有没有事呢 当然有啦 但是一向我们不处理它 不开始第一步呢 就做不到 那虽然就会引致到 很多不开心的角度啦 因为第一 怎吃呀 由胶羹变成呢 木羹呢 已经难做了啦 但是如果用由木羹变成纸羹呢 更难啊 濕了之后呢 那些纸匙羹呢 就不是匙羹呢 就是一按下去 就不能处理的 有没有试过用这些 交叉、交刀来切牛扒呢 就有点问题的 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用木叉和木刀来切呢 如果用纸刀呢 就更加切不到 所以很多人明天想问我 关于我的看法 嗯 嗯 嗯 这种这样的质地呢 确实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是给了很多的便利给我们人类啦 嗯 只不过呢 我们是未曾预料到 他究竟对我们子孙后代 有什么大的影响 其实 都看了过很多纪录片的啦 那些 那些 例如一些 蓝色星球啊 那他见到很多大海龟啊 在海洋里面 他头上罩住了一只 保鲜膜 或者是罩住了一只胶袋 他就摔不掉 那手就一路固住他们 海龟多大呢 那胶袋在他身上 就潜了多久 那其实这些这样的片段 我看了很多了 相信大家也都看不少 但是究竟啊 首先这个塑膠 它被人类生产了出来 而没有算到这个 它带来的 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大家没有太介意 这件事 那么据我所知呢 就是有一些塑膠 它根本就 没有办法在大自然当中降解的 嗯 它一大致形成呢 就几千年都在了 嗯 如果这些塑膠是 一路在使用中 没有被人遗弃到大自然当中 那就还可以的 因为还在使用中 还在你手上 但是你说一个膠袋 它究竟有多长寿命呢 你使用了三两个月 我猜鼎笼 你还用到三两年 已经豪杰了 难道还用到三五十年了 一扔 OK 一扔就出事了 其实是扔 究竟扔去哪 这个东西 而且你扔在地上 它由于 日晒雨淋也好 岁月风干也好 它侵蝕在一些土壤里面 其实迟早有一天 是我们要去payback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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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payback 刚刚是现在4月22日 在香港的payback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再给用了 因为大家没想过这么久 用什么好 其实有人明天会问我 其实应该怎么做 以及现在的代替品 安不安全 其实就算用木筷子 一向用木筷子都不是很安全 因为木是会有抹菌 有其他东西 那你不处理过它 即不浸那些药水 它就很容易有其他问题 是的 所以变成 你说浸了还是不浸 如果整个兜都是纸 那其实那个问题是外卖 但又影响了外卖的人 明天的题目就会问 那现在真的由一个角度来说 有些人是南岭的 那些工作很惨的 想吃个饭便宜一点 现在都便宜不了了 或者想方便都方便不了了 除非你去茶楼到真的有匙羹去用 或者用匙的碗 碗碟碟碟不同 但现在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制造了塑胶 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方便 现在无端白是拿走它 其实不是无端白是 有很大的因素 不过选择一个时间 什么时候做这件事 再不做呢 那么很多科学里面 都给我们看到 环境的天气 那些水源全部变质 那我们要想一下了 要想一下 那一刀切下去了 有些人就说 其实那些纸 可以放些热汤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 还有人拍到 就是有些纸 是有些松脚在里面 即是当它搞那些纸杯 纸碗 有些这样的东西 那不出奇的 因为纸 和纸都是人做出来的东西 虽然它的寿命 可以在环境里面 可以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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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回去 bio recycle 但是它有 有有有有虫 有成的 那所以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带些 自己的铁筷子 铁刀 铁匙 铁叉 去用的时候 自己用自己的 那变成 那变成 如果你 要是这样 要是用手吃 是吧 就是 说得很 很疯的 就是 是不是真的要变成 用手吃呢 那其实 就是想起 整个快餐行目 打算做个方便 吃完就丢 这个 就是 那个最大的问题了 那如果你想起 现在的天气环境 所变化 很多肉类 很多菜类 都会变化的时候 其实 是不是不应该吃隔夜菜 是不是不应该吃外卖呢 就是很多这些呢 当你煮到来 那一盘 但是我们的经济 和我们所有做的运作 就做了个方便出来 大家习惯了 当然是用完就丢了 怎会用完还要拿回来呢 除非家里吃饭 但是家里吃饭 吃不到那个开心感觉 出到去 现在不用想新冠 想着可以出去 开心心地吃了些东西 吃完的东西 就走 丢掉了 怎样现在连叉和刀 都是用纸做的 那些人就很不开心 很多些 但是这个是迟早 要处理的问题 迟早的 那现在来到了 为什么要这么多项东西 新冠来完之后就加息 加息 拿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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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 全部都煮了 还有这些AI 会拿走很多份工作 为什么全部 好像煮了一口 是其实我们一路 都没有处理到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意思 OK 好 谢谢赵博士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之后见 重草城三藩市唐人佛 德顿街900号分店 铁定4月30号搬迁 所有货品 全部特价出售一件不留 4月30号之前 一定要过来看看 电话415-986-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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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我看到的 有人说想 剪掉一些广告 哎 你剪掉一些广告 那做节目的人 又怎样生存呢 叫我呢 可不可以 在我这边剪掉一些广告 我都想 我现在就试一下 但是呢 很难做的 YouTube 又要收YouTube 的广告 要不然他又生存不到 电台要收电台广告 要不然他又生存不到 如果我说的东西 没人下广告呢 我都生存不到 所以呢 这个是很有趣的 我都很想和大家 去聊聊天 去剪掉一些广告 你不要不记得 我在耳朵旁边 都还在听广告的 因为 如果不是呢 一会儿到我了 广告完了 回来我还继续说 是不行的嘛 一会儿 一会儿我想带这种心情 大家这么多压力 听回首歌 唱回首歌 有什么比唱歌好呢 就是 唱多些歌 有句这样的说话的英文 就是 What's better than singing 就是more singing 改下自己心情 改下自己心情 香港有首歌 是叫做 《憑着爱》 我一会儿都想问问 Rainey 看看他懂不懂这首 《憑着爱》 有时候很多解决 都是《憑着爱》 就可以解决到 《憑着爱》 我信有出路 是吧 你整个心情可能会 有不同看法 当你可以由《憑着爱》到看 因为我们不是爱回下一代呢 我们是搞不定的 就是那些垃圾呢 真是多度 还有那些Microplastic 即是一些塑胶 用一次 然后它在一个环境中化解 它化解了在泥和海水里面 自己吃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由一个角度 憑着爱 我信有出路就可以解决到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听到旁边的耳朵回来了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一一解破 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4点24分回来 今天第二节的健康大数据 我是Rainy 在电话那边有赵博士 我们继续探讨一下 关于这个塑胶 帮我们人类社会带来的边理 以及它现在人类的一些后果 是呀 现在交给了这些 这个真的 好像听到下去 好像没有办法 搞到要用手吃 或者自己带自己的刀叉 筷子工具 搞什么呀 这个世界现在 怎么搞成这样 就是因为真的搞成这样 搞了很久的了 其实我们已经是 活了由塑胶的开始 到我们有了方便了这么多年 现在 年轻的那一代 有个无奈的感觉 就是 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些问题陆陆续续来呢 刚才呢 我真是很想说 我们如果整集都是说不开心的东西 就很辛苦 我也辛苦了 其实一些什么开心的东西 就是真的 你想想 一种解决就是 凭着爱 是吧 Rainy 凭着爱 我信又出路 是吧 我们 可以凭着爱来做些什么呢 凭着爱 你想想 如果你用那个叉 或者那个 纸叉 纸巾是很不开心 你便凭着爱 想想下一代 我们如果不停扔这些东西 Single Use Plastic 我们是会 我们会弄坏这个世界的 是吧 弄到他身体 现在 我刚才担了很多 关于PFAS 那个 即是那些 不黏底的锅 不黏 即是还有些地毯 很多人买了地毯之后 如果倒了些东西 很不开心 就塗了一层不黏的东西 那些便是PFAS 当你换地毯 很多人不开心的时候 就装修 装修 就是扔东西 扔东西 扔东西 还有如果 如果火灼 那些救火源 进去闻了这些东西 很大问题 所以 所以很多人没有想这件事 即是买地产 没有想过 如果他买在地毯的 做地毯的附近 买在 凡是有很多塑胶的 叫做manufacturing附近 买在一些地方 是会做维修 即是做recycling附近 其实呢 他们的接触对PFAS很高 所以如果听完今天的节目 知道了 那你会怎样做 人很奇怪 第一 人很自私 想了自己 就是说 那我当然不买那些地方 那你不买 其他人又不买 那谁买呢 是不是 所以 所以这个是 有人要买 那当然是 或者便宜一点 便宜一点的人不介意买 你看完今天的资料 多便宜都不买 你付钱我都不买 买是这样 付钱都不肯买 那这个呢 是在美国 多了很多资料 出来 关于PFAS的 PFAS和PFOA 是大问题到 那些人是接触了它 他们找到一种数据 就是 糖尿病 那些女士呢 是当她 怀胎的时候 她接触PFAS 可以令到她将来 有了糖尿病 或者在驼小孩的 Gestational Diabetes 是多了个机会率 多了很多 就是变成是 是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为什么 现在政府要BAN 这种东西呢 不是说笑 那还有 哇 除了防这些东西 会黏在地毯 和防黏在锅 还有什么呢 那些衣服 哇 你有没有见到这些衣服 是可以呢 穿了一件衣服 倒了东西 那些衣服 倒了东西 都不会黏在 是很容易洗脱的 那它是卖点 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呢 功能呢 就是摆了这些 PFAS的成分 进去里面 那些衣服 这些衣服 将来这些衣服都要BAN 大家不可以穿 那么多不同的牌子 只是大家穿 同一件衣服 如果真的有一天搞到这样 都是我们 由今时今日 一路路路续续 如果真的控制不到的情况 之前不是有很多人做环保呢 被人笑的呢 那变成了 现在呢 就是2000打喉 那时候呢 现在已经2024了 发觉被人笑得多 继续搞不定 环保那样东西失败 那所以现在 现在 连香港都要BAN 那Single Use Plastic 这个是 日积月累 整出来的 还有 那些人吵 和不开心 是没有由这个 憑着爱 那个角度想 再继续这样搞下去 PFAS 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会搞到 有神病的 还有呢 有很多免疫系统的问题 还有就是 有些精神的问题 都是和PFAS 和它那些 那些成分 就是它 所有其他搞出来的那些东西 都有影响 那还有啊 还有什么地方 不要住附近呢 就是不要住在一个消防员附近 即是fire house 那你想想 如果我住在 fire extinguish fire 那些地方 即是消防员附近呢 应该 如果我火烧 它救得我近些 现在你要我住远一点 因为他们用的东西 来叫做 extinguish fire 就是平息的火 是有PFAS 那我要住远一点 你想想其实挺有趣的 这件事就是 我们人类从来没有 从健康角度去看 也没有一个环保角度去看 直至到太迟才一次过要做 那当然那些人会做 因为制造了一个不方便出来 那这个就是 PFAS 还有我想问大家 可不可以有个彭雀爱 我去问一下你 Rainey 可不可以由彭雀爱的角度 来想 让大家开心点 很重要的 因为大洗惯了 这些交袋 又便宜又轻 又可以扔 又不需要 浪费时间精力去清理 每个人都认为这种便利 有句古语叫做什么 叫做 由捨而捨 是很难的 由捨而捨 是很容易的 这个 你要一个人已经享慣福 然后又突然说 给自己一些麻烦 去回交代发明之前的生活 真是 只有一条路 就真是 赵博士你刚才所说的 这条路可以走 你自己想一想 找一天你的子女 你的子孙后代 他们走出街 其实这一轮的天气 是很可怕的 最近 看看世界各地的天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一些新闻 或者社交媒体 在海洋当中 有一块很大很大的 暗色的物质 是出现了几天 然后突然间消失了 那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在阿联游 前段 迪拜 翻译成杜拜 那个地方 其实很干旱 就前几天 一天 降雨量 有交易市一年 那麽多 也都有 其实在中国大陆那边的 港西 湖南 江西 出现了些什麽呢 早上九点多 十点钟 突然之间 有一阵风来 整个天都黑了 突然之间黑了 然后冰波 大风 那麽 那些楼上 那些落地玻璃 所以 很多地区的极端天气 那我们想一想 现在呢 当然未埋伸 我们都还可以 叫高着脚 觉得不关我们的事 那麽 那麽有一天 若然真的 埋伸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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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麽 那麽 那麽 貧面遇難呢? 我們休息一會, 廣告之後見 我今天做一個不方便 就是走去 減低了廣告的聲音 然後我繼續說下去 我也有些心想的, 因為 節目是升到的 沒有升到, 我又怎會跟大家有這個聲音去聊天 我只是希望留一個紀錄給大家 我就按了 record 在我這邊 接著然後呢 就播上youtube youtube有youtube的要做他的事 如果不是呢 那些人又聽不到我講的東西 那就變成了 就說沒有人聽到,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給對方 有他的廣告 是不是我們由那個憑著愛的角度呢 就整個角度不同了 整個想法都不同了 我做了一個study在美國 因為我是 講英文是一定 Signal大很多 因為我本身是ABC 所以 講英文 應該量度腦電波 是會看下去 大反應一點 誰不知 拿手廣東歌 隨便拿上手來唱 一量度腦電波 是深刻很多 嘩 這個是 猜不到 我自己都 打個打 原來 有 我們是有 我們是有 祖先的 我們有之前的 才會有之後的 我們要想起 我們每做 每一件事的impact 有多大 所以我才看到 這三句字 憑著愛 我才相信 真是我們會有出路 如果我們能夠想到 我們每做每一件事 都真的有下一代 才可以對今代有意思 如果不是今代用完了 玩完了 然後 完全不理 將來 將來不可以等到那一日 變成present day 變到現在 才去處理 因為 那時候就太遲了 所以 我們是要害怕很多東西 但是 最害怕是我們沒有給 足夠的時間 然後製造夠多垃圾 時候 然後到問題 煮到過來 避免不了 回來 好了 我現在回來了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 健康密碼 時間來到下午四點三十七分 這是我們逢星期二 下午四點播出的 健康大數據 我們的嘉賓主持 有 趙博士 我們一直都在說 趙博士 其實 我們一直都在說 不是說不知道危害有多大 只不過還未埋身 都不知道害怕 除了 這個憑著愛之外 究竟我們科技上面有沒有什麼 好小一點的招數 又或者是 起碼可以拖曼 這種傷害的盡情的辦法 其實這個 就是那個大問題 我們人類有那麼多人 我在香港 我已經是今年是第二年做評判 而這個評判是所有香港的 中學 比較band one 還有 有些不是band one的學校 我都會做他的評判 關於寫篇文 是關於女士 得不得到平等 在香港的環境裏面 我看到 因為我要看這麼多文件 我就聽到 中學那些 中學生的 他的聲音 他說基本上 做女士 一生出來已經不平等了 他另外就說 男士只不過當 我媽媽是一個 生兒子的機器 還有就說 如果 如果我沒有結婚 或者認識不到人 三十打口 就會被人說很多東西 就是說是 隔夜送 很多這些 即是說很多這些東西出來 我看完之後 因為我是有兩個女兒的 那我就覺得 那個心情 是大大 除了評判 你通常是這樣看的問題 被他真的影響 看到 然後 他又有些其他的例子 就說 有些女士 完全理會 身邊的人怎麼看 就畫到自己怎樣 然後改到自己怎樣 整容到自己怎樣 一於不理 上一代怎麼說 上一代怎麼說 這樣又行不行呢 那我就 那為什麼用這個角度 來和你想 這個環保 這件事呢 真是 二十多年前 做環保 每個人都覺得他瘋瘋瘋瘋瘋瘋的 真的覺得 不要浪費了 你做乞丐 你這件事 會這樣看的 今時今日 政府 那麼多個政府 立例 要這樣做 你猜 你猜他貪玩嗎 就是因為他都知道 是有個問題 但是之前 二十多年前 不動手 是因為 哇 你知不知道 很多人在那個行業裏面 如果他是 他是 他不做外賣 可能他的餐廳 做不住的 即是 人工又要貴 燈油火腩又貴 然後晚飯 只有多少人吃 如果他做外賣 就可以做多些 外賣要有東西拿的 真是會影響那個行業 如果用一個 闊一點的心態來看 其實 有很多東西 當塑膠 入了來的市場裏面 是幫了 很多人有了一個方便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然後有了一個方便 他生命 整個 整個生活 都是圍繞着 可以有這個方便 現在你拿走他 是很大的 很轟烈的 但是如果你想想 連屋都沒得住 因為水浸 原來 學都沒得回 因為反轉了 如果我剛才拿那些 那些文章 那些女士寫的那些文章 出來說 你知道我讀了一篇 我剛才說 他說他 他覺得最好就是不要生 不要結婚 單身一個 就算了 他說不知為何香港 現在少了很多人 生小朋友 又關我事 即是他的罵 那樣東西 罵到呢 我明白他為何要罵 因為是真是對不起 那麼多人 那麼多年 我們為何女士要賺得少 男士 是很對 為何他又 為何我們要這樣 所以 如果除了憑著愛 是個開始 我們才有 科技和研究 都應該也都要由憑著愛 去想 因為如果我們不想 這件事 我想 給個 給個 由膠 膠 變成一個 一個木 由木 變成一個 紙巾的時候 我沒有由憑著愛 因為我沒有在想 好了 有些東西給你用 用不了的 那些市民這樣說 亦都有他的道理 因為用不了 你怎麽用來不熱湯 那你不要喝熱湯 不喝熱湯 怎麽喝 那些湯不熱的 其實也有其他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來到 階段 我們 想了個辦法 沒有由憑著愛 去想 我們有時候的解決 真是要由憑著愛 真是不可以 十分鐘就看到病人 因為 十分鐘是看不到 那些東西 他是需要 三日 但是三日 誰看你 誰可以去 這樣做 我們 人類去到那個地步 就是我們需要 真的由憑著愛 去做 所以這個 這個有沒有其他辦法 差不多是沒有辦法 那些樓 可不可以炒到這麽貴 然後下一代 要背 那些這麽貴 你當然想這樣 因為 你去沽樓的時候 你當然希望 對方接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不由 憑著愛去做的話 他又買不起的時候 他就說 那我不住了 不買了 那原來 不是一兩個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這樣的時候 又不生小孩 又不買樓 那你怎麽買樓呢 所以這個 這件事 是很大的 是很難去做一個 手掌又是肉 手背又是肉 你怎麽決定 還有 再拖池 就沒有時間 去解決問題了 所以時間 去解決問題 都很重要 因為 我們就算做了這些東西 都還是製造很多垃圾的 我講個例子 就是我們這邊 不再用Single Use Plastic 首先 首先Rainey我弄傷了肩膊 因為我買個大袋 打算拿了那些菜 放在裏面 原來 原來這樣 是不行的 原來以前 紙袋會爛 是因爲 等你不要弄吞 好了 然後 買個另外的袋 之前那麽大的袋 又怎麽呢 就丟掉了 所以我們 在那些數據看到 就算 Stop了Single Use Plastic 不再給用 之後都製造了很多垃圾 我們製造了很多 我們做這些口罩 都是製造了很多垃圾 用完就要丟掉了 所以變成 沒有理由拿回來用的 所以我們 是有個垃圾問題 而最大垃圾問題 就是做衣服 但是做衣服 很影響 我們的心情和開心 不開心 就去逛街買衣服 你現在告訴我 逛街買衣服 都不行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真是 為什麽我說要選擇 憑著愛就是這麽意思 不改一下心態 是會覺得 很頂不順的 好 那麽我們就 改一改一個心態 去一去 憑著愛 好 我 就算不算了 我 我 若是歪路,其願你最愛輕鬆 如果幾多詩情,真會不知道 但我甚至總有一天,一定會找得到更好 向上我,我盡有出路,向上我,存懷不老 在這一刻跟你,終於可擁抱 就算始終真意到雲,人生已在門口 陳寬寫高高低低,低彎彎曲曲中節奏 台下國外,回中,張簡簡簡單的已經好 最美麗仍然是愛,街內障仍然是好 未最怕一身的波子半導路 剛才很棒 我沒有跟Rainy趙睿合過 他真的很厲害 我扔這個給他 他就已經馬上接到 相當厲害 我跟很多不同的人做過訪問 我未試過有一個是可以快到這樣 我們這一段時間 你們聽到幾番風東西給Rainy 多謝他 因為我覺得是有個 他有個天分在這裡 可以想到這種角度 可以讓我們聽到這首《憑著愛》 一會兒我會說起一些 送回一些東西給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聽這首歌 有些人有沒有起到雞皮 當你想起我們今天講這個問題 然後如果我們用心態是憑著愛 有沒有起到這個雞皮 一而起雞皮 就是聽歌 有一種醫治能力 這個英文叫做Frison F-R-I-S-S-O-N 而起雞皮 就是有些震的感覺 是可以令到你提高自己的康復能力 這個研究很重要 英文歷都有句叫Chills 在2011年的時候做過很多這些研究 就說當有Chills 就是有一些震Tingling的感覺 感覺 起雞皮 就是那首歌 那首歌 就是從尾龍骨抖下去那一刻 就是那首歌感動到你 然後當你有這種反應 如果你自唱 沒有音樂的時候 可以每一句字 慢慢在口中咬 在心中咬 這個呢 就製造了醫治能力 就是醫生體的能力 那不一定是開心音樂就會做到 有時有些悲傷的音樂 悲傷的歌 不單止要做到 還要多些次數可以做到 現在回來了 我們說這個 一會兒說Frescent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時間來到下午4時50分 回到我們今天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對了 趙博士 正話手憑著愛 對嗎 很棒 我就是想說 你這麼厲害 這些天分 我沒有跟你合過 你又找到一首歌 還要塞在裡面 這個 這個當然是正到不得了 對嗎 正話那首呢 就是 我們已故的歌星 其實是Danny Chang的版本 陳伯強 沒錯 我聽到 陳伯強的版本很正 很正 因為 在初版上 我就想想 不知道你會播陳伯強 還是梅艷芳 梅艷芳也很正 對嗎 對 我想問問你 你知不知道 有時聽一些歌 我講一些開心的東西 來埋味 一些研究 就是當你打冷震 聽那首歌 即是起雞皮 那種打冷震 由脊骨走出來 哇 那些那些味道 即是 層突片 似腳的彎露 哇 那個那個那個 即如果你感覺到那種震 那種起雞皮的震 那種震 那些聲音 就登了出來 就是那種 Tingling feeling 就是 哇 心好像有點動動 當你沒有音樂 之後 漫唱 那漫唱 那個chill的感覺 他就說 不一定在開心音樂 反而不開心的歌 有時更多的 醫治身體的功能 功力 嗯 是啊 那這個 剛才播的一首歌 我都震了不少 你有沒有這種反應 有沒有經歷過 由脊骨 當然 因為我是做電影和戲劇出身的 其實這一種 就是我們會在一些藝術品當中 收獲到的一些共鳴 共振 或者是心靈上邊的一種 被感動的一種衝擊 就會形成這樣的一種 生理反應 因為我們 會想在下下 可能我們在看這套戲 看到 最最令到我們神經緊張 而且有 男女主角快要在一起了 快要在一起了 快要在一起了 但竟然是最後的五秒鐘 因為那個女主角已經中了槍 唉 快要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 就是 跟那個角色一起經歷了一次 好像命運的洗禮一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身體上 就會出現一種這樣的徵作 有一種這樣的生理反應 其實是被感動的 被感染 嗯 所以如果大家是可以被感染 這個叫Frison F-R-I-S-S-O-N 被感動感染 我們就以後用了那個 木羹和木叉 我們都不會罵 我們只會知道 就是說 我們去到這個階段 就好像楊過 獨孤求拜的時候 無緣無故把劍 把劍已經不是鐵劍 變成木劍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因為他也是被感動 原來 原來去到最高境界 原來是 不是鐵叉 是紫叉 其實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都很懂得發明 很聰明 看看可不可以以後 無論是服裝也好 飾物也好 這些行業 幫幫忙 可不可以將這種 自帶的刀叉 筷子 造成一種 Fashion 造成一種 調流 令到人們覺得 嘩 原來那把叉 好像一隻手額 這樣戴著的 然後我原來整兩整 它又變回 可以用的刀叉 可不可以變成一種裝飾呢 可以令到我覺得 我原來只戴著這些 這些外出 嘩 好Fashion 好有面子 原來兒子戴著這些外出 嘩 女兒子都多看他兩眼 原來女兒 有這些外出 嘩 受到很多男性的追捧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 有機的 還有機的 看回那些聰明 聰明 他們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路 可以 真的幫我們 可以改變一下 我們使用的習慣 是的 其實只是一個習慣 你不介意 還有再次不介意 你是想有 即是有個心 在裡面 好像你說Fashion 那樣 那就不同了 可能 對筷子 刀和叉 寫著上面 憑著愛 然後已經是 嘩 哥哥 拍拖子 就用著憑著愛的刀叉筋 這樣就變成了 自己戴的 自戴的 飯盒也是自己戴的 憑著愛 這樣就變成了 真的不同了 是嗎 是的 是的 好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肩負起自己 對這個地球 應進的 那七十億分之一的責任 OK 好 多謝趙博士 辛苦你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好